1月26日星期天 美国著名退役求新 洛杉矶湖人队传奇人物科比·布拉恩特 在加州卡拉巴萨斯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 悲痛的粉丝们连日来在洛杉矶市 Stables中心体育馆外进行自发悼念 纪念永远的科比 Stables中心体育馆外的广场上 气氛速目 四周的电子屏幕 展示着科比和女儿满脸微笑的黑白照片 科比有四个女儿 其中的二女儿最有能力 也最有热情继承她的一波 不幸的是二女儿和她一同离难 在黑色铁栏杆地的纪念场地上 悼念者在四面栏杆下摆满了鲜花 科比和女儿的照片 球衣 球鞋 花圈 8号和24号球衣 热爱科比的粉丝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他们中许多人身着科比生前穿过的 8号和24号球衣 脸色凝重 甚至泪流满面 科比传奇的一生 有几个特殊的数字穿起 20年篮球生涯 五夺NBA总冠军 18次全明星阵容 4次全明星MVP 2次总决赛MVP 15入选NBA最佳阵容 这系列傲人的数据 不仅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的人 投身到篮球运动当中 他对这项运动的执着和热爱 也同样被各行各业的群众所敬佩不已 我是跟那个科比一起长大的 所以我是他的忠实的球迷 我来过很多次 现在我的感觉是 我也很难去形容 实在太感人了 你看这里那么多人 只是要来 敬略一下这个感觉 有很多其他很伟大的 那个篮球员 但是跟他比没有得比 是朋友短信给我 那个时候我不相信的 虽然我不是在L.A.出生 我是在救星上 但是我的父亲 我的爸爸是一个 忠实的Liquors 湖人的粉丝 所以我很 我很喜欢那个Liquors 更喜欢那个Kobe Kobe离开世界 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当他告诉我 其实我不太相信 很伤心 他是可以来 Sable Center 他是有一个 有一种票 是每一场 他也可以来的 我自己从来没有来过 因为我不知道 Kobe会那么快 就离开世界 每一场 那个Kobe的game 我也要来 他死了 我也是给我的儿子听 人生是很难去预算的 所以我会尽量帮我的儿子去继续欣赏那个篮球这个球赛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相信的 但是最后越来越多 我就会相信了 他真的是很 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球员 不光是打球 就好像很多人一样 所以现在我还是在悼念他 其实我是刚刚从我的工作过来的 我是在UCLA UCLA是在Westwood 工作之后来这里陪那么多其他的那个粉丝 去悼念那个Kobe 佩服他就是 他是很认真很认真一个人 所以今天我们来 我来 其实不是来悼念他的死亡 其实我是来悼念他这个人生 Kobe Bryant 他不光是一个篮球明星 他整个人 他的态度 他那个人生 他不放弃 对于在篮球领域 得以攀上自己的最顶峰 Kobe在亲爱的篮球 一诗里做了最好的总结 但我的身体已经知道是时候说再见了 这没事 这没事 我已经准备好让你走了 我希望你现在知道 这样以来 剩余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尽情享受每一时刻 好的和坏的 我们已经给予了各自所有 我们都知道 无论接下来 我会做什么 我永远都会是那个 把袜子卷成球状 瞄着墙角的垃圾罐 坐着篮球队的孩子 还剩五米中 五 四 三 二 一 永远爱你的科比 Las 三 四 三明為 像我是 二 一 永远爱你 Kobe encan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